嗨,大家好,我是科幻民不马 今天带来一部剧情轻松的科幻片《童足》 这个故事讲的是男主角捡到外星枪后的种种兴起遭遇 男主角依赖亚最近有成为问题少年的去向 她先是被学校停学,又染上坏习惯 喜欢半捡半偷的拿破铜烂铁卖钱 这天依赖亚失荒时误入建筑废墟 竟发现了几具外星人的尸体 其中还有一把外星离子枪 依赖亚正盯着枪出神 不料外星人还没死透 她被吓得跑回了家 不过当晚她回过神后 又觉得扔电武器怪可惜的 于是呢又偷偷把枪捡回了家 这天晚上注定不会平凡 因为这将是依赖亚哥哥出狱回家的头一晚 那大家一定注意到了 依赖亚是黑人 但哥哥和爸爸都是白人 其实这件事和老王没有关系 这是因为哥哥此前在监狱被关了六年 在这六年 爸爸把依赖亚收为了养子 至于依赖亚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呢 这是一个谜团 本篇从头到尾都没有交代 不过哥哥这才刚回家 就给老爸惹起了麻烦 原来哥哥此前在牢里 欠下了一个匪帮偷偷六万美元保护费 今晚他必须把钱还清 而爸爸办公室里面正存放着 公家的钱也正好是六万 哥哥因此和偷偷串通好 趁夜去投那些钱 谁料老爸刚好把他们逮了个正着 尽管哥哥想在双方间周旋 但爸爸天生政治倔强 匪帮们又目无王法 所以匪帮偷偷一言不合 便枪杀了老爸 哥见状夺枪反击 刚好走火误杀了一个废徒 尽管最后他带着六万美金趁乱逃走 但他枪杀的是偷偷的好兄弟 偷偷发誓 一定要他血债血偿 哥哥逃出来后 并没有把爸爸的死讯告诉依赖亚 而是骗他说 爸爸允许他们兄弟俩自驾原油 当然爸爸也会一起来 不过他现在有些忙 得过阵子才能来会合 依赖亚将信将疑的同意 临出发前呢 特意偷偷带上了那把外星离子枪 兄弟俩从此便假借自驾油的名义 开启了望迷天涯之旅 尽管一路上 哥哥仍然为老爸的死而难过 但他为小姐痛苦 更加故作开心 因此至少在表面上 这趟旅程还是欢乐的 刚刚说过 老爸被打死的那一晚 哥哥不光自己逃出来 还拎走了匪帮投资 偷的六万美金 现在这笔钱呢 变成了他和依赖亚 潇洒逃亡的资本 在这场逃亡的后期 哥哥更加放浪心海 干脆到娱乐场所买醉 可他醉得太不成样子 得罪了这儿的老板 结果被拳脚相向 这时依赖亚 断着外星枪救场了 他自己其实比在场 所有人都要紧张 小手一抖 就炸毁了一张台球桌 老板等人自是被吓得 目瞪口呆 哥哥则趁此机会逃走 而娱乐场所的一个 舞女小姐姐呢 也因不爽老板 跟着哥哥私奔了出来 当晚三个人 都为刚才的大声而兴奋 哥哥还特意让依赖亚 拿外星枪演示了一下 这把枪威力巨大 杀伤力堪比大炮 这让哥哥兴奋不已 不过一转眼间呢 哥哥却忽然懊恼起来 原来他突然想起 自己从娱乐场所 逃得太匆忙 把六万美金都落在里面了 大家一起度过贫穷的一晚之后 决定再把钱给抢回来 当晚呢 依赖亚手持外星枪 镇住全场 哥哥负责具体打劫事宜 舞女小姐姐则负责开车经营 整套流程意外的顺利 不过在哥哥拿回钱之后 老板不甘认输 歹人又追了出来 依赖亚箭撞空放外星枪 击毁了一辆汽车 对方再次被吓到 不敢妄动 哥哥不禁再次感慨 这一晚真是太爽了 第二天一早 哥哥又出去纸贼金迷 依赖亚则静静的谈浪玩 不料就在这时呢 电视里忽然播放起通缉令 而被通缉的正是他们兄弟俩 原来警方已经发现了 他们老爸的死 推断是哥哥谋杀老爸 抢走了他的六万美金 依赖亚这才明白 自己为何这么多天联系不上老爸 愤怒追问哥哥到底都做了什么 两人还没来得及说出所以然 就被其他人认出是通缉犯 遭到了逮捕 他们的美金武器和外星枪全都被缴获 哥哥也再次被关进了警局 依赖亚在接受一番调查之后 没有受到警方指控 他因此得以自由看望哥哥 哥哥趁机解释说 警察们其实是错的 自己虽然坑爹 但绝没有杀他 可就算如此 依赖亚依然很难原谅哥哥 两个人不欢而散了 其实就在兄弟俩见面这晚 诽谤偷偷偷也来到了警局 他自从兄弟死的当晚 就片刻不歇的率手下来追杀哥哥 如今他终于得到哥哥的行踪 却发现他被关在监狱里面 可就算这样 他仍然不肯放过哥哥 于是干脆带人杀进警局 这里的警察很多都是新手 又猝不及防 所以很快都死于非命 幸好此时依赖亚仍在警局里 他说服一个警察 让他把外星枪还给自己 等到后来诽谤罗洛们抓住哥哥时 依赖亚便端着外星枪来纠缠了 罗洛们还以为外星枪是玩具 嘲笑着发起攻击 不料依赖亚一枪一个 接连把他们哄成了渣渣 这群罗洛只有最后一个有些占领 他的火力破墙 把依赖亚压制的抬不起头 后来呢 依赖亚被吓得走火 甚至还一枪轰掉了房顶 外面增援的警察 健壮全都惊呆 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个罗洛也没能顽抗太久 很快呢 哥哥听出他正在换蛋 便喊伊莱雅勇敢出来 轰掉了对方 尽管罗洛们全都死光了 但头头仍然活着 如今他趁两人不备 便想杀掉哥哥报仇 不料就在这千天一发之际 两辆破具未来感的摩托 忽然迟来 原来这两辆摩托上的是外星人 他们在发现外星枪丢了之后 开始一路追踪 如今终于追了过来 警察们眼见这两个怪人闯入 对他们集中倾斜起获利 不过外星人对此不疼不压 与此同时 他们还朝警局里扔进一个禁止炸弹 让警察 匪帮头头 哥哥全都陷入了禁止 就连匪帮头头 打出的子弹也不例外 只有伊莱雅一人不受影响 两个外星人破门入之后 说出的话 让伊莱雅倍感震惊 因为他们与其说是外星来的 倒不如说是从异世界来的 除此之外呢 他们居然还说 伊莱雅跟自己是同一个种族 他们所在的异世界里充满了战乱 为了保护伊莱雅 才把他藏在地球 此前伊莱雅在工厂里建的那些尸体呢 其实也都是来刺杀他的坏人 是这两个外星人除掉那些坏人 偷偷保护了他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伊莱雅得到的这把枪 不该存在于地球 他们因此要把枪收走 伊莱雅犹豫一阵之后 最终相信对方交出武器 不过他仍然担心 一旦外星人离开之后 哥哥会不会被杀死呢 外星人听后拿走偷偷打出的子弹 把他掉头对准了偷偷自己 等到外星人打开大门返回一世界之后 也重新恢复流转 扎隐之间 匪帮偷偷偷便稀里糊涂死在自己子弹下 哥哥则被破门而入的警方控制 可惜他才出狱没几天 眼看又要再一次蹲监狱了 至于伊莱雅呢 由于哥哥承担了大多数的罪责 所以他并没有受到警方追究 未来他将和武女小姐姐相依为命 故事到这里基本落幕 当然伊莱雅和族人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根据那些族人的说法呢 未来伊莱雅会对一世界发挥巨大的作用 到时他们还会再次见面 这应该就是为未来的剧情 故意留的小尾巴了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reFans 咱们下期再见